7.08分舱内氧气全美耗尽 估计潜水器是卡在水下3800公尺深 相当于台北101楼高的7.5倍 不少人是更挖出铁达尼号 竟有可怕的木乃伊诅咒 就连失联的潜水器CEO 他的妻子居然也跟铁达尼号 有惊人连结 他们铁达尼号沉船 观光潜水器泰坦号潜入深海 估计就卡在铁达尼号残骸之间 大约位在水下3800公尺处 深度相当于7.5座台北101大楼高度 22号晚上约7点氧气就耗尽 而想搭上这艘潜水器舱内 5人必须先牵下生死状 进入潜水器后工作人员 甚至会从外面用17个螺丝 死死封住唯一可进出的舱门口 从内部根本打不开 过去就经常被质疑是自寻死路 不只要获出性命 为了看铁达尼号残骸 每张票价台币777万 追回进舱的五个人 除了驾驶员之外 各个非富即贵 有身家数百亿台币的航空大亨 还有一对巴基斯坦亿万富翁父子 潜水器公司老板拉许也在舱内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拉许妻子近汉铁达尼号有惊人连结 大水不断涌入 一对老夫妻躺在床上 携手面对死亡 电影铁达尼号描绘的这对老夫妻 真实原形是梅西百货创办人夫妇 他们正是拉许妻子的曾曾祖父母 更有传说会声会影 铁达尼号当年就是因为负责 把一具被诅咒的千年木乃伊 从英国运回美国 才会遭遇沉传悲剧 如今泰米铁达尼号的潜水器又出事 白年诅咒阴霾 挥之不去 记者综合报道